2024年10月8日,大脚星人理事会,大脚星人眼中的地球进步,传导丹尼尔斯克兰顿,一者,扬声传导。 大家好,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很高兴与你们联系,我们一直在向你们许多在星光层来到我们这里的人解释说,地球上的一切都在顺利进行,我们也想在你们还在身体里的时候对你们说这句话。 我们希望你们明白,无论如何,一时的扬声都会发生,而且这是宇宙的扬声,也是整个多元宇宙的扬声,因此没有人有什么好担心的。 我们邀请你们专注于生活和世界的各个方面,这些方面向你们反映了一切确实都很好并且按计划进行的事实,我们邀请你们回想一下你们生命中的所有时刻,当你们感觉一切都崩溃时,实际上你们正在将自己带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它也继续发生在你们地球上的所有系统中。 因此,当人们感受到对一件事或另一件事崩溃的恐惧时,请记住正在发生转变,有时当你们转变时,你们会开始思考预测这将如何,你们将如何发展新系统,你们不必弄清楚所有这些,但你们必须相信轻松和快乐的道路,以便尽可能轻松和快乐地体验你们的系统中的这些转变。 当然,地球上正在发生很多不受欢迎的事情,对于那些关注的人来说,这些事情感觉是错误的和压抑的。 祝福那些给你们所有人机会成为光病无条件地爱他们的共同创造者,放下忧虑、恐惧、评判和抗拒。 你们将走上包含更多轻松和更多快乐的扬生之路。 另外,请记住,这里最重要的不是外面发生的事情,而是你们内心发生的事情。 如果你们接受的话,你们确实可以完全控制你们内心发生的事情。 如果你们花更多的时间在冥想,大自然中有意识地呼吸,做瑜伽,做其他你们喜欢的事情,你们会感觉更加专注,更加脚踏实地,更有能力保持以心为中心,并且知道人类是现在正在经历一些事情。 但这是一个重生的过程,这是一个改变的过程和一个扬生的过程。 它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你们也不会希望它发生,因为你们在那里体验它,并以你们可以看到和渐进的方式体验它。 你们在意识进化过程中的成长,这就是意识的转变,提醒你们所有这些都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快乐。 因为尽管这对你们中的一些人来说是一个提醒,但其他人却是第一次听到或读到它。 我们很高兴让每个人都放心可以在地球上的这些时候,当很多人告诉你们天要塌下来的时候, 你们在那里是和平者和引路人,我们随时为你们提供帮助。 我们是大脚新人理事会,很高兴与大家沟通。 2024年10月8日,大天使集体,融入变革时代,传导Galaxy Girl,一折扬声传导。 问候朋友们,我们是大天使集体,我们离你们的世界非常近,我们用我们的光包围住你们,我们充满欢乐和希望围绕住你们,因为有很多事情即将发生。 你们已经经历了很多事情,我们见证你们的毅力,你们的力量。 这位管道一直看到麻背上不祥的战士的景象,他一直犹豫是否要向这些人物询问更多资讯。 事实上,他最好不要直接与他们交谈,因为他们是扭曲的图像,是关于战争能量频率的记忆。 这些记忆已经并且正在被改变。 战争的振动已经深植于你们的演化结构中。 征服英雄和战利品归王国是你们接受的一些关键字词。 我们发现人类的词汇量非常有限,因为情绪成熟度还很浅。 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被允许以医中让接受者能够理解并深深接受你们的存在的方式表达自己时, 我们会享受天使般的光语言。 我们现在将这些代码发送给你们,让他们流过你们,流近你们,让你们的眼泪流下来。 你们可能会有些发冷和战斗,但这一切都很好。 光是一种波,你们正处于一个大幅减慢的波之中, 就好像你们的存在必须逐个立子地接受它,必须欢迎它进来。 地,深刻地,带助极大的崇敬和爱。 如果它们愿意的话,我们是光、爱、纯洁的大天使集体。 净化是你们正在经历的过程,净化有时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我们正在展示这场野火和茂密的灌木丛被烧毁的情况。 我们正在向它展示下一季充满活力的翠绿绿色,然后新的生长浆取代森林,移转移至安全地带的动物浆归海。 大地一次又一次地以这种方式净化自己。 人工降雨和地热烂用,水力压裂,隧道开挖,所有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地球母亲的自然修复能力。 因此它可能不得不采取更极端的措施来做到这一点。 你们的身体系统都深深感受到了这一点。 你们正在进化,你们正在排毒,你们正在意识到居住在你们的地球行星体上的你们个人肉体内的不平衡。 不要害怕,我们永远离你们很近,我们用我们的光,用我们力量,速度,光之一围绕住你们。 我们是你们在更高境界,更高道路上的朋友。 这个人和你们很多人也在问这个问题,你们想知道你们的下一步是什么? 你们在未来的时代,在伟大变革之前的时代的目的是什么? 他们向我展示了成年人的手握着幼儿的手。 幼儿微笑着走在摇摇晃晃的台阶上。 你们将被引导,你们一直都受到指导,即使现在也应该更容易。 因为我们对你们来说更有形,我们的存在更加明显。 因为我们离你们很近,而且一直如此,但你们的能量已经上升到这样一种状态。 你们现在是肉身包裹的天使,你们正在体现你们来这里要做的事情,要成为的人。 你们是基督道成肉身的活生生的例子。 因此,我们对你们认真询问下一步我们做什么? 我们会被领导吗? 是的,你们将引领自己。 因为你们的更高思想将进一步扩展。 更重要的是,你们的更高心灵将引领你们的更高思想,而脚步将是确定的。 你们中的许多人需要成为改变的代言人。 你们中的许多人需要投入资金来实现这些改变。 不要被基金这个词所困扰,因为正如你们所知,一切都在改变。 黄金和人才的交换将是平等的。 贸易和乙物义物将成为常态。 卓越的才能和技能将受到高度追捧。 你们中的许多人都拥有这一点。 当然,你们都这样做。 但不同才能的不同优势使得所有领域都被覆盖。 只要你们对光提示的变化持开放态度在你们之内。 不要害怕走进更多的自己,完全不用害怕。 那是旧的能量、旧的方式。 感到高兴、充满光明,知道你们会受到神圣的引导。 你们会敏锐地感受到你们的下一步。 世界正在发生变化,那些拒绝改变的人将为此而挣扎一段时间。 人们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真理的声音,张开双手和快乐的心。 我们看到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光之工作者。 我们看到更多的创造力使用网络和社群媒体来提供更多的联系途径。 人们会感到脱节,与他们的真相脱节,他们会质疑一切。 他们会质疑自己是谁,为什么来这里,整体的目的。 他们需要温柔地抚摸,倾听的耳朵和充满爱的说真话的声音。 这是一项内部事物,扬升是内部的,因为你们都一直在为此努力工作,所以你们的灯光足够明亮,其他人都可以明显看到。 因此,尽管这是内在工作,但你们的内在振动是所有人都能看到的。 你们将被需要召唤,并且你们将做好准备。 我们展示的是一群毕业生将帽子抛向空中。 你们已经准备好迈出下一步,不再是一个灵性婴儿,想知道上帝是否会在你们身边。 当然,因为一切都在你们之内,而你们是他、神圣、伟大一切和爱的伟大一切的分行。 你们已经为自己做好了准备,你们将引导自己在你们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你们的道路是未知的,但同时也是已知的。 我们看到光之使者获得了巨大的赞誉,因为你们承受了如此巨大的痛苦, 才来到了现在这个疗愈时刻。 我们说疗愈时间是因为我们希望将这种祝福延伸给你们, 一个围绕住你们的疗愈时间光球。 设想这一点,声称这一点。 这样,当你们周围的所有人都在挣扎时, 如果他们还没有完成深入自我深处的工作, 无论你们周围发生什么, 你们的疗愈时间就完成了。 你们就在这个泡泡里, 在这个幸福的疗愈空间里, 在完整的自我里, 基督的光龙照住你们。 我们希望你们学会在这个空间里, 在这个永远不会放弃, 永远引领, 永远提供巨大的信仰, 光明, 欢乐和爱的基督之光的泡沫中行走, 生活和呼吸, 无论情况如何。 因此, 当地球震动以及人类做出反应时, 你们就处于你们的光泡中, 处于疗愈的自我时间中, 并且你们被保存在这个空间中。 不要让没有完成自己工作的人影响你们的空间, 知道一切都很好, 来源一如既往的近。 我们希望你们感受到这巨大的光和爱, 我们是大天使集体, 和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